《边缘行者》的人物传记 目前还剩下男主角大卫的最后一期 在正式聊这位18岁的叶志诚传奇之前 我想把关于他成长和恋爱之外的问题 在这篇别传里说一说 动画OP的最后两只场景 是大卫的头被一个陌生人开动 看完结局的话 这个剪影应该是亚当中锤才对 询问过深度玩过《2077》的朋友 我们探究很久 也没有找到动画和游戏中对应的人物 演出上来看 拿着枪的蓝色剪影 全部是叶志诚建筑的多重曝光 倒在地上的红色大卫剪影里 则是登场人物们的多重曝光 这里不妨推测为 叶志诚里人们的悲剧 都是叶志诚本人造成的 最后一文时 大卫对路西说的原文是 这是我唯一可以不让这座城市伤害你的方法 创作者让大卫把叶志诚当作一个人 中文字幕在这里用的则是 在这座城里保护你唯一的方法 因为只有10集 创作团队对于台词和画面的要求是非常考究的 让所有人不幸的叶志诚本身就是故 而这份恶意 班机社也将他巧妙地隐藏在人物的关系之下 故事开篇大卫看的超梦 就是吉米黑笑的边缘行者第32集 后面团队抓到JK 大卫也把这最后一集放到了架子上 大卫第一次拿到枪是曼恩给他的 希望他早点学会这个工具 好干活 前者因为想到妈妈不敢开枪 被查老师并没有多说什么 剧情里大卫第一次开枪 是在皮拉遇害 露西遇险时 为了保护 男主角开枪 打穿散播前列线需要修理的疯子 第二次开枪 是在JK制造的私人定制超梦里 手里莫名其妙地出现了枪 梦里的警察想逮捕自己时 不想开枪的大卫被控制着射杀警察 在城市里逃跑 碰到转角的警察 这里大卫一脸惊恐 但手再次不受控制的 直接射杀 第三次出现警察 开始说大卫是赛博精神病 这里大卫的眼睛 第一次出现震颤现象 也在这个超梦里 使用了斯安威斯坦 大卫主动攻击了警察 并且武器不再是枪 而是手臂出现的螳螂刀 瞬间的犹豫后 大卫一脸凶恶地砍杀 从热兵器换成冷兵器 也预示着大卫精神 被杀人的松动 梦中醒来JK问大卫 你有想过 我从哪里获得超梦袋子的吗 聚聚考究的班机社 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JK接着说 军用议题都自带录制超梦的功能 有些人愿意花天价 买这些东西 从齐威的调查里 公司高层 明星 以及帮派老大 都会买 所以这里查查 来试着回答一下那个问题 军用议题 都是军用科技 卖给政府军人的 詹姆斯诺瑞斯的斯安威斯坦 被格罗利亚拆下 JK在没过手的情况下 就能拿到这份超梦 除了他是超顶尖黑客外 更有可能 他和这种一体制作方 有勾结 让他拥有后门 可以第一时间就拿到超梦 处理剧中人物死亡这件事 班机社非常谨慎 粉碎 爆头 轰炸 补枪 甚至 对吧 有时候还多来几只镜头强调 唯一一个模糊处理的 就是JK 因为自己受伤 触发创伤小组 曼恩等人 只能把JK放在原地等死 镜头拉远 创伤小组的救援车赶来 班机社并没有交代 他是否真的死亡 赛博背景里 有钱有能力的人 操纵一体人偶代言 并不是稀奇的手法 攻翘机动队的素子 就经常这么干 遇到曼恩和大卫想算计自己 JK机冤二人逃跑就是了 帮派成员身上 会有追踪器 他这种老黑客 不可能想不到 故事的叙述线上 曼恩团队为了目的 利用JK抓田中 换到JK的视角里 他为何要冒着风险 抓走大卫呢 那两面墙 满坑满谷 都是自己的作品 背后的故事 大卫如数家珍 别的导演 和他根本没法比 这样的人 会对自己的安全 不在意吗 所以冒险的理由 会不会是 能看到斯安威斯坦记录的他 想利用大卫 创造新故事 和医生 对大卫的体格 感到吃惊不同 JK对大卫说的话 斩钉截铁 你一定会变成 赛博疯子 再和暴恐机动队 对阵上几次就会了 被多利欧和路西发现 以及被抓后 他都云淡风轻 私人定制 需要和客户见面 他面对的 都是叶之城最危险的人 贩卖的东西 某种程度上 涉及到企业机密 面对这些人 都能全身而退的JK 偏偏死在 还名不见经传的 曼恩他们这里 在原作《赛博朋克2077》中 叶之城的市长 和下任竞选市长 都有被神秘人监视的细节 甚至记忆 都是别人制造的 所有发生在 这座城市的故事 每一幕 都好像他 引上发条 然后看着玩具们表演一样 班机社表示 和CDPR的合作 尚未结束 CDPR表示 《边缘行者》的故事 已经完结 是啊 就像那个货架展示的一样 Edge Runners的故事结束了 但在赛博朋克的世界观下 《叶之城》里的悲剧 还在上演着 《边缘行者》后面带字标题 早就定好 It's a live note 或许下次再见时 又有哪个想成为 叶之城传奇的心 被某个导演相忠 蛊惑 走进坟墓 然后成为我们 不眠夜里的眼泪吧 视频封面 我有标题档吗 幕后黑手 让我来去掉大卫 去掉JK 就像班机社 从第一幕 就让黑超梦出现 却始终 不让它明显的 影响故事一样 封面人物的下面 是这个邪恶的 城市本身 是这个邪恶的 相伤的 感觉 都给了